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临时更换呢 只能说很遗憾 我们本来也很期待 和磐石的这次合同 魏总的意思是说 磐石没有完成合约内容 那是不是代表磐石的 技术能力出现了问题啊 这个没有证明实据 我没法 磐石的技术能力 不是魏总的一纸合同 可以定论的 彤总是吧 是 我是代表磐石 递交给您一份律师声明的 我们有证据证明 此次贵公司 与方舟合作的技术内容 侵犯了磐石的版权专利 就是我们公司的王律师 后续 他会跟您进一步地交涉 磐石官网 已经将相关的资料公开 熟有熟略 我相信大家自有定论 此次磐石 因为客户提供的数据问题 未能如期完成合约内容 我们深表遗憾 而魏总 选择了新的合作伙伴 我们也表示理解 在此 祝愿双方合作愉快 谢谢 先生 先生 吴先生 吴先生 跟我们想做这次 跟我们做对象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吴先生 真的是你们这边技术 出现了问题吗 出现了问题吗 出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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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跟大家已经汇报过了 盘石违约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蓝艺科技虽然在技术方面不是很完美 但是胜在性价比高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那也得是他没有法律纠纷呢 和蓝艺科技的合作 技术部门也是协作适合过的 呦 魏总 你这就不厚道了 行了 闹成这样 还嫌不够丢人吗 还嫌不够吗 马上走着出现照表 绝不允许出现任何疲劳 奶奶把孩子接走了 什么时候 中午就接走了 说是老家的太爷爷 突然定威 想见见孩子 所以要带果果回老家一趟 这几天幼儿园都请假了 奶奶没跟你说吗 果果妈妈 没事 老师你先忙啊 我要妈呀 你妈呀 好了好了呀 闹闹闹闹 闹什么闹啊 哭什么剑 你妈不是好好的吗 奶奶你不要骗我 爸爸妈妈要离我 我知道的 我要跟着妈妈 妈妈 果果 奶奶告诉你 你是姓魏的 而且你才几岁 以后跟谁在一起 那是爸爸妈妈说了算的 你小孩子说话不作数的 我不要跟着爸爸 爸爸有什么不好啊 爸爸上班 挣那么多的钞票 你玩的用的吃的 还有上学的钱 去迪士尼玩的钱 哪样不是爸爸出的呀 你跟爸爸不要太享福哟 我要爸 你看我们还有爷爷奶奶 我们这么心疼你 你跟那爷爷奶奶不好呀 我不好不好 我要爸 好了好了 小祖宗 我要 头都给你吵魂掉了 你妈把果果呆暖湿了 我也是刚知道 把妈和果果接走了 是 爷爷前年就去世了 什么病危啊 你妈为什么要撒谎 您家想干吗 病危当然是借口啊 爸妈怕咱俩离婚 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孩子 把果果接到老家 闭一阵子 等咱俩离婚半清爽了 再把他接回来 就这事我一五一十地 跟悠悠老师说清楚 好听吗 把果果还给我 什么还不还的 我们两个人都是 果果的爸妈 婚还没离呢 我们两个都有资格带果果 从果果出生到现在 你们家一共待过几天 你知道孩子喝什么奶饭 穿几码的鞋吗 你现在想当好爸爸 是不是得太晚了 魏明 我要见果果 林霜 新的离婚协议 我已经发到你邮箱里了 你赶紧看一下 在财产上我考虑了一下 我做出退让 我给你一百五十万现金 其他的 包括果果的抚养权 你想都别想 我要我要见果果 我要见果 我要见果 我要见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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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耗时间吗 那大家这么耗下去 看谁能熬得过谁 你的意思是 我如果不再离婚信息上 签字的话 我就见果果 我就见果果 我了是吗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 别的哭 你就是要在那边 你不是 我把我帮我拿回去 你自己把我拿回去 你把我拿回去 我把我拿回去 我把我拿回去 我把我在一起 我把我拿回去 你觉得我拿回去 我把我拿回去 你拿回去 你把我拿回去 从小一手带大的 这感情肯定很深啊 不过我们当爷爷奶奶 肯定也想要孩子对吧 可你可现在凌霜 一副天不怕地不怕 要跟我们斗到底的样子 那我们只能想这个办法 给他个教训 让他脑子清楚一点 是吧 可是我们两个人是想 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明明 果果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受 但是有一点啊 你千万不能心软 这个时候你就要狠狠心 把这个事情弄弄清楚 以后大家都亲近了 对吧 好了 我们终究是他的爷爷奶奶嘛 对吧 优优独播剧场——枇杰 在终于 有多煎熬 沿着冰冷的钢索 在梦中前踏 我该如何是好 一个人碰头又吃饺 跌跌撞撞的路上 在奔跑 那个藏在我生命里的心跳 不再跳 她还是人吗 亲生女儿拿来当做自己离婚的筹码 她把孩子当什么呀 一辆车子还是房子呀 离婚分家产 抢得越多越划算是吧 虎毒还不食子呢 她真的是狠狠毒 她毒得毫无底线她 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能用法律维权吗 如果林霜已经离婚了 因探视问题发生纠纷 是可以提起诉讼的 但是目前 两个人的问题 尚属于婚内矛盾 理论上应该自信沟通解决 但建议对方已经采取了非常手段 我建议立刻走诉讼离婚流程 对 我们去法庭 我就不相信了 就没人能治得了她了 要多久 从提起诉讼到出结果 要多长时间 根据案件的复杂情况 乐观的话 起码还有一年 年多不及 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我只要过过 我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了 林霜 我给她打 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你现在给她打电话的话 郑重她的下怀 你以为她会把抚养权 让给你吗 不会 她只会抓住你的软肋 逼你一再地退让 林霜 从你决定离婚那一刻起 我就告诉过你 这一定是一场 矿日持久的消耗战 我坚持不住了 你快到极限的时候 其实对方和你是一样的 诉讼离婚的流程 虽然很漫长 但婚姻的全部问题 能够全部呈现出来 双方也有更多的谈判机会 别着急 我们肯定还是会有办法的 说吧 什么情况 就目前的情况 诉讼离婚 其实也很难有把握 什么结果 在实物中 的确出现抢夺和残疑孩子的现象 一方有时会把孩子带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 等法院判决离婚的时候 孩子往往已经跟随被带走的一方 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法院在判决的时候 一般不愿改变小孩的生活环境 会倾向于判给陪伴孩子生活的那一方 所以如果走诉讼程序的话 临双有可能失去她最在意的抚养权 很有可能 我刚才是看临双的情绪很糟糕 所以这一点我没有讲 不过你们也不用那么失望 现在财产状况相对明朗 而且我们手中还有一张牌 就是卫明有婚内出轨的事实 不管是诉讼离婚还是协议离婚 一旦出轨的证据明确 就可以成为我们争取权益的重要筹码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跟卫明在一起了 你胡说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跟卫明在一起过 曾经 那个时候她也对我还是山盟 花浅月下 我当时昏了头 我以为我自己找到了真爱 后来我的下场你也看到了 我是恨她 我也想毁了她 可是同为女人 我不希望你再不我的后尘 当然了 你和我不同 你是含着金钥匙出身的 你对卫明来说 有更多的利用价值 有数不清的资源 但是你千万别觉得 你可以拯救她 我和卫总只是单纯的 上下级关系 我和卫总是说 喜欢人资源 你现在呢 你也想不回来 你如果要去 你肯定了 你想想啊 再也没有人逼你 去练什么冰球了 把身上练得 无情无情的一块一块 不要 我就想出去玩 我们在酒店里看看动画片 不是蛮好的呀 要么下午我带你 下楼去游泳池玩玩水 好吗 不要 不要 我就想出去玩 在房间里可把我们 哥哥憋坏了 对不对啊 我哥坏了 哥哥憋坏了 哥哥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对吧 亲爱的天还哭天还 你得要妈妈 今天就一没心思想出去玩了 哥哥 我们就出去玩 要不然这么小的孩子 在屋子里可憋坏了 我们出去玩 奶奶给你拿外套好不好啊 好 伯伯 乖乖地听话 待会儿把外套穿上 我跟奶奶带你出去玩 我要去游泳场 去哪儿都行 来 来 外套穿上 这不是蛮好的吗 听话就好 我和你都在家里玩 你这不是说 说得了吗 有个人 我都在家里玩 你为什么要不来 你为什么要不来 我都在家里玩 没这个闹 我都在家里玩 我都在家里玩 荣达店这个项目 我们部门还是得摇紧一点 要想在对手当中脱颖而出 我们得有新的办法 新媒体这边我们得加大投入 好 今天会议到这儿 大家加油 好 建议你留一下 刚才开门你想什么呢 刚才江喜来找我了 他跟你说什么了 你猜呢 你相信吗 一半一半吧 你跟江喜的事 我早就听过风言风语 无风不起浪 你们之间不可能毫无挂口 还有一半呢 他说可是同为女人 我不希望你再补我的后尘 当然了 你对韦明来说 有更多的利用价值 有数不清的资源 但是你千万别觉得 你可以拯救他 一个有前科的男人 是不会为了你改变的 我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间 你跟我也就是玩玩的 不会付出真心 我不信 你自己当小三被人甩了 是你自己的事 跟我没有关系 我没空听你的小作文 更不用假好心 谢谢您 在这样的诽谤之下 还愿意相信我 没错 我跟江喜事故过去 我承认 当年是我定力不足 在她的勾引之下 做了一些越界的事情 我很后悔 好在我及时清醒 和她划清了界限 我觉得这件事情 已经过去了 我没想到她一直怀恨在心 现在还要在背后 捅我这一刀 江喜的事情 你不必烦心 找个合适的机会 我会将她掉离 平息留言的方法 就是眼见为时 丁双 离婚协议看了吗 你考虑得怎么样 丁双 离婚协议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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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考虑得怎么样 我 我 这边好不好玩 好玩 哥哥 你想吃什么呀 我想吃披萨 想吃什么爷爷都给你买 放心 好 一会儿爷爷给你买披萨 等我一会儿 我去上个厕所 你除了要吃披萨 还要吃什么 就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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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果 芽芽 我好久没看见你了 你今天怎么没来上冰球课 也不请假 你是这个芽芽的妈妈 对 是的 我经常听果果提到芽芽 他们俩是幼儿园同班同学 然后又一块儿上冰球课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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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上个洗手间吧 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果果 谢谢 谢谢你啊 谢谢 我给你说个事情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什么 你得帮帮我 就是我们爷爷爷 喂 你知道林双去哪儿了吗 不是 我打了好多电话 她也不接 我到家里来 这门也关着 大门密码 四五八七 你还躲 林双 你在家吗 你怎么来了 姑奶奶你急死我了你 我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也不接呀 我饿了点酒睡得太沉了 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 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 还不至于 我去给你倒杯水 林双 我最近常在想 我觉得我特想你的扫把心 真的 我在想如果不是因为我 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在先 你也不会受那么多苦 你也不会受那么多苦 哎 我怎么感觉刚好相反呢 自从遇到你之后 我就开始叫好运了呀 离婚 失业 这些看上去都不是什么好事 但对我来说 都是好事情 离开未明 我可以不再忍受背叛 离开盘时 也许以后有更好的机会呢 还有啊 我是真心的希望你可以幸 嗯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人 给过我这种不求回报的善意 离婚 离婚 你还会给您称好 哎 下次喝酒 叫上我 不喝太难受了 这次喝酒 我会给你喝酒 喝酒 我喝酒 我喝酒 你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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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杨阳妈妈 果果妈妈是吧 是我们杨阳要找你 我到了 我在收票处这儿呢 你在哪儿呢 我在这个草坪这儿 我看着你了 杨阳妈妈 阿姨好 你好 是果果让我来找你的 杨阳 你告诉我阿姨 你是在哪儿见到的果果啊 果果说让你不用担心他 我们在商场 和果果的爷爷俩来见的面 果果让杨阳把东西给你 这是果果让我来给你的 这也是我们俩的秘密 你 妈妈 我很乖 我好想你 我没有再次费 你听到你的事 我把他来给你 我给你帮你帮你帮我 你帮你帮我 不要再次费 爸爸 才是姐 姑姑 妈妈正在努力 我们永远在一起 一定会在一起 黄豆 您看 今天的会议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路上再想一想吧 好的 爸 这是怎么回事 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上我的车吗 您别怪他 是我让他开车门的 您又不接我电话 我只好在这里等您了 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上我的车吗 爸 今晚我想回家吃饭 回家 你还有家吗 自从你出走之后 我和你妈妈就没你这个女儿了 我们一刀两断 让他出来 爸 您别这么说 先上车 我们回家再说 小姐 不好意思 下来吧 您下车 我不下去 你别拉我 不好意思 下来一下 你 爸 不好意思 小姐 我说了 李丽 我有两份资料放在这儿了 麻烦你给我一下 资料现在不在这儿 送到酒楼了 要不我打个电话帮你问一下 不用了 自己去 谢谢啊 那也行 我看什么 别哭了 不哭了 黄董就是因为心疼你 你不懂 他连看我都没看我阴 我爸一向最疼我了 从小到大 除了这次的事 他都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 他从来都没有这样对过我 我也是有女儿的人 我特别能理解 一个父亲是怎么想的 你放心 他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你说得轻巧 你也知道我是独生女啊 但我为了你 跟我父母闹成这样 有家不能回 公司呢 也都是闲言碎语 我现在里外不是人 我都被逼成这样了 你呢 你在做什么呀 我一直在催淋双 你相信我 我恨不得马上就跟他离婚 这话我听得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我坚持不下去了 我要崩溃了 你坚持坚持 我们很快就在一起了 你相信我 你一个月 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内你跟你老婆离婚 否则我就回美国 我们一刀两断 我再给你一刀两断 我又一刀两断 他没有伤害 我真的要是一刀三断 要是一刀三断 你不就在一刀三断 你不就在一刀三断 那你不就在一刀三断 我一刀三断 到一刀三断 黄佳怡给卫明下了最后通牒 先期一个月 他们两个刚才在楼梯店里面吵架 我全部都听见了 难怪卫明这么狗急跳墙 用这么龌龊的方式抢走果果 黄佳怡什么家事啊 她肯定不会甘心当小三 卫明看到黄家这块肥肉 也不会轻易撒口 黄佳怡什么家事啊 应该是要在黄家仪失去耐心之前 尽快恢复单身 所以现在最着急的不是你 而是卫明 这么大一个实锤 我们一点证据都没有 我们就是事实太讲证据了 不妨学去卫明 换一种思路 卫明从我身边抢走果果 打乱我的正脚 我差点脑子一混 就什么都答应她了 那我们反过来 我们也打乱她的正脚 让她陷入被动 我们家虽然施工心结层 但我爸妈从小就经常跟我说 女孩子要洁身自好 尊严比物质更重要 有了果果之后 我经常在反思 爸妈的交易方式 我觉得 所谓的富养 应该是让她意识到 她值得最好 金钱 礼物 爱情 都不如她本人高贵 所谓尊严 不是用博大的胸怀 去对生活委屈求全 而是当你挣扎在生活 肮脏缝隙的时候 有能力抗争 有能力自救 你有什么想法吗 卫明比我离婚的手段 无非是一些下三乱的手法 他们吃准了 我不会像他们一样 吃相难看 但有的时候对付流氓 好的教养是没有用的 有没有用的 卫生的手法 是有别的 有多数字 都不需要用 太多了 不然因为 是有多数字 是有多数字 有多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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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这车每次都偷偷摸摸的 你买这车干吗 做人得低调 非得把车停到这么大老远 对不起 再坚持坚持 很快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都是因为你 害得我整天偷偷摸摸地见不得光 知道委屈你了 我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 以后以后 说什么都是以后 下班一起走怎么了 现在公司已经流眼满天飞了 如果下班再让大家看到我们俩一起走 这不坐实了他们怀疑吗 那你赶紧把婚离了不就没这么麻烦了吗 好 来 薇姐 薇姐 你们两人在一块呢 我们刚叫完客户回来 卫明啊 明天下午我赞助的这艺术家宋一格 有个开幕的咖啡 你有兴趣的话一起来 介绍我们认识 好啊 那青年艺术家宋一格很有个性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谢谢薇姐 叫上你太太 好久没见上她 我太太明天 应该是陪孩子上培训班 要不下次吧 行 朱威斯 你爸说你有时间啊 咱们明天解 我先走了 拜拜 薇姐 再见 她让我去画展 你怎么不说话呀 还嫌我平常在方舟演戏也得不够累啊 我们现在要做到的 就让所有事情 都一切如常 要等着林霜先憋不住了 跟我签署离婚协议 她想要钱 多分她一些不就是了 我家也不缺钱 孩子就算跟着妈妈日后照顾起来 肯定比跟着你父母顺手 真不知道你们谈来谈去 都在磨这些什么 我知道你们家不缺钱 可越是这样 我越不能委屈你 否则你父母怎么看我 来来来 吃饭了吃饭了啊 做这么多菜啊 那是还有呢 哇 这么多菜啊 果果 洗好了吗 快了快了 果果 吃饭了 果果 来 洗完手吃饭了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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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好了 洗好了 把手擦干净 这几天啊 我们带果果 孩子小 我们不放心 他一个人待着的 这两天 你们两个累了吧 还好 反正早晚都是你家人对吧 提前熟悉熟悉也好 我们不是一家人 果果 妈妈 还有爸爸 还有爷爷奶奶 才是一家人 家姨阿姨是客人 不要乱说 我哪儿想都不对了 果果 你长大了 爸爸有件事情 要告诉你 爸爸要和家姨阿姨结婚了 以后你 我 爷爷奶奶 还有家姨阿姨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爸爸不是和妈妈结婚了吗 为什么还要和家姨阿姨结婚 爸爸要和妈妈分开了 爸爸告诉过你的哦 可是你们还没分开耶 为什么就会和家姨阿姨混在一起 哦 我知道了 是家姨阿姨把爸爸偷走了 哎呀 小孩子 说话嘴上不把门啊 不要乱说 我没有乱说 电视上讲的像家姨阿姨这样的人 就叫第三者 不要乱讲了 姨阿姨 童言无几 童言无几啊 姑姑 姑姑 不要再乱说了 就知道那些乱七八糟电视剧不好看的 把脑子都看坏的 哎 孩子嘛 走 跟奶奶去 奶奶 你都不和我 娘 妈妈 我不和家姨阿姨 我要回家 哎 你开门啊 孩子嘛 你说两句就说两句呗 妈 来 家姨 妈妈 要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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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搭乱 你会不再看 慢慢的 你能不能再看 你得戏 你老一下 我 你不想走 你此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